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蒜蓉粉丝生蚝 这个是乳沙生蚝 下面开始来做 生蚝用沙子沙洗干净 好,生蚝我们用流水再冲一下 生蚝沙洗干净以后冷水下锅 水开以后捞出 生蚝我们用生蚝刀给它撬开 用刀我们将肉壳分离 将这个连接处刮起下就可以了 生蚝刷洗干净以后 我们把它放到盘里面 把它热水烫一下粉丝 粉丝过凉以后 我们里面倒一点油 搅拌一下 像烫好的粉丝附在壳上 我们再把肉放到这个粉丝上面 生蚝肉我们全部铺好 锅里起油,炒蒜末 倒入香蚝 好香 将炒好的蒜末铺在生蚝上 蒜蓉已经全部铺好 倒入蚝油,倒入醋 放入白糖,搅拌好的汤汁淋在生蚝上 下面来上蒸锅蒸,水烧开两三分钟 撒上小葱花,淋上肉油 蒜蓉粉丝生蚝就好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